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對這個書店想像是說它一定要有一個風景 那如果說我能夠把人文的風景 跟自然的風景能夠結合起來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書店會蠻有特色的 一個小小的獨立書店 它能夠把我所認為 可能那些被以摸被埋摸的書 能夠重新的把它做一個很好的陳列方式 然後讓這些書的讀者 能夠很容易的在我這邊找到他們想要看的書 那在一般書店可能比較難看得到的話 他們也會好像如貨至寶一樣 書店除了它作為一個知識的分享平台之外 也有一些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互動交流 我的人甚至住在花蓮 還有住在香港 然後他們只要 他們說他們只要來台北一定會到這邊來 因為他們很喜歡這邊 對於我們這個夢想 他們願意把它當作像是自己的夢想 那樣子去支持 這是我們覺得最感動的地方 他們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們 取字的名字也是一個態度 有一種對生活的反抗吧 在很多獨立書店大部分都已經 慢慢一家一家消失的時候 就是應該會很辛苦的事情 不然就兩個傻子那種感覺 只是很好玩的事情而已 我出來經營一個新的書店 其實又有何不可 加梁寺 達克文 ベhood 華喬 乾燥 令人 成的